判查的一開始的時候 我想檢察官就已經認定 就是要起訴我貪污 批評檢方先射箭後畫把 行政局市長高鴻埃和四名辦公室助理 因為涉嫌詐領助理費 被依照貪污罪起訴 如果我的助理有實際的工作 不是人頭而且都有加班 那何來的所謂詐領加班費 或詐領助理費 就算他今天願意把他捐出來 作為辦公事務的分享使用 請問他前面這件事情哪裡有錯 強調大家都是自願的 檢方比對賬本資料 查出高鴻埃和辦公室四名助理 從二零二零年二月起 低薪高報和福報加班費 金額報足預算上限 但多拿的差額 高鴻埃卻要求他們要回繳公基金 把錢挪作他用 包括本來餐飲 禮品 紅包等 該由他本人支付的零用金支出 和個人私用物品 步伐所得超過四十六萬 但他沒有看到的是 我在這個賬戶有轉錢給 另外一個賬戶 這個賬戶是我平常使用的 所以我今天的支出 我也都列出來 我確實都有支出於辦公室五 高鴻埃也槓上地檢署 陸批違反偵查不公開 兩週前才將前市長林志堅移送監察院 懷疑時間點巧合 我們辦公室的行政主任 其實我說真的 他就是從民進黨李俊逸委員的辦公室 帶過來的一個制度 這是他告訴我 傳出勞動部政務次長 李俊逸助理聲稱記賬方式相同 現在檢方也簽分案偵查 但李俊逸本人強調辦公室絕無公積金制度 而高鴻埃的未來公職之路 就靠上法院工房 華人線網路總共這輪台北報導 哈嘍 我是莊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盛新聞YouTube頻道